番茄炒蛋到底是番茄先炒还是蛋先炒呢? 今天嫂子来解答 今天的鸡蛋是嫂子家里养的鸡下的蛋 先把外面洗干净 大家在外面买回来的鸡蛋 可以多一个清洗的步骤 吃了更安心 番茄洗干净去掉地头 有些人吃番茄炒蛋会把番茄皮去掉 有些人喜欢吃有番茄皮的口感 两种都可以看个人喜好 嫂子都会去美式卖场买番茄 价钱便宜品质又好 去掉地头后再清洗一次 番茄不要切太小块 后面会有焖煮的动作 太小块会比较没有口感 嫂子一颗番茄会切4块 要记得去地头哦 还好嫂子下锅前及时发现 嫂子的小配薄又来啦 鸡蛋一颗一颗一颗分开打 嫂子有一次做菜的时候 鸡蛋打到最后一颗是坏掉的 整碗都不能用了 嫂子的小配薄记起来了吗 把蛋打均匀 平常打蛋可以用打蛋器 嫂子习惯用筷子 比较快 加一点盐巴调味 再搅拌一下 今天的食材在这里 有需要的人欢迎自行截图 开炒啦 放一点点油 嫂子会先炒蛋 蛋炒完锅子是干的 如果先炒番茄 番茄要焖 锅子就会是湿的 那就会多一个洗锅子的步骤啦 蛋只要有点凝固 就可以先起锅放旁边 番茄下锅 炒一炒 高汤下锅 番茄酱下锅 炒一炒炒一炒 放点水 让它焖 盖上锅盖 开中火 番茄焖得差不多的时候 加太白粉勾芡 这时候煎鱼粉也能放一点 鸡蛋下锅 炒一炒 等它收一点汁 嗯 好香啊 大家也喜欢番茄炒蛋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哟 收汁差不多了 准备上菜 小姑吃饭咯 哇 是我最爱的番茄炒蛋 每次去便当店里 一定夹这道菜 今天又可以吃好几碗饭了 嗯 太好吃了 嫂子 那明天吃什么啊 喜欢我们欢迎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铛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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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铛�铛�� 感谢观看